大家好,我們的主題是跳舞的油滴 我們先把軟色的酒精滴到油上 然後觀察開花及不開花的現象 我們的實驗所使用的酒精濃度都是95%的酒精 用介護油找出業地開花效果最明顯的酒精濃度 發現介護油開花效果最明顯的是酒精5毫升水1.4毫升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用椰子油來觀察我們發現椰子油 開花現象最明顯的是酒精5毫升水0毫升的時候 亞麻人油跟介護油有類似的開花情形 而亞麻人油最佳開花效果是酒精5毫升水0毫升 由於我們懷疑我們實驗的原理是由兩個液體的表面張力相差而互相拉扯 因此我們使用懸底法側量各種蔬菜由於不同濃度酒精的表面張力 接下來要為大家解釋我們實驗的原理 一開始我們先把染色的酒精液滴滴入油中 而先看到他們的介護油的表面張力是比較大的 而由於表面張力的相差酒精液體被拉扯出去 而被拉扯出去的液滴也是較薄的 接下來隨著酒精的揮發 外圍較薄的液體它的表面張力變得更大 然後形成碎葉滴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我們發現液體的表面張力不同 會將葉滴拉成細碎的混狀小葉滴 很像舞者的圓形裙白 所以我們想要才會將我們實驗主題定為跳舞的油滴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